晚间出席全国福伦之友廷小英后援会 他谈到贫富差距的问题 蔡英文说 人民的无力感来自于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 新一代的领导人应该要扛起责任 把国家财政弄好 蔡英文出席全国福伦之友廷小英后援会 支持者拿小猪摇摇摇 夹道欢迎蔡英文 从台下到台上蔡英文边走边签名边握手 花了十几分钟才走上舞台 还当众宣布了一个消息 强调自己的新身份跟社友伴感情 这场募款餐会摆了四百座的宴席 有将近五千人参与 把会场挤得满满满 电音三太子的表演更吵乐现场气氛 有了这么多力量支持 蔡英文更有信心解决贫富差距问题 这个国家面临的是大家都觉得不公平 人民集中的无力感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要挑起的责任 把这个国家的财务弄好 把这个国家的财政弄好 我们要投资未来 我们要创造新的产业 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政府领导人在分配国家的资源的时候 一定要公平 蔡英文要大家放心把责任交给他来单 受邀出席的前行政院长谢长廷 不但请出神明保佑民进党 还反披国民党操作假客家妹议题 非常不适当 民进党炮口一致对外 继续维持乐度 平选战 明镜新闻朋友杨七鸣台北报道